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生世世不要杀生 然后老同学看了之后惶恐不已 像这种违愿之后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平时都有不经意的柴死蚂蚁 或者不顾意的打死蚊子藏 请教师傅 你这样的愿可以许吗 后果是什么 你不当心的念几遍往生这就可以了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里边 你听得懂吗 就比方说 你今天想把这个蟑螂打死 你没有看见蟑螂 你的恶念已经在你心中存在了 你已经有业障了 你今天一走路不当心踩死这个蟑螂 你都没有罪 像你想打死蟑螂 没打到这么重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我觉得应验呗 对了 是不是 对了 然后师傅 你说那个 我们学院的时候 就是能早讲 生生世世怎么样 比如说的 生生世世不杀生 生生世世 红杨佛法 生生世世不结婚 等等 这样事的呢 你还准备下一辈子再来啊 生生世世 不来你为什么要说生生世世了 生生世世什么下辈子你再过来啊 你脑子又有 咚咚咚咚 对不对啊 听好了 对对对对 最近是不是水喝了少了 水喝了少了 面粉就会多一点了 对对对 感恩师傅 然后那个 就是还有个那个同学说 师傅说了 出过一次家 生生世世都有印记 那比方说 有的师兄前世出家过 其实就一直找不到对象 请问师傅 那这个印记是指什么样的印记呢 印记啊 印记是印在你心里的呀 八十田中啊 八十田中的东西 如果全部都是光亮的 会闪闪发光 八十田中 如果有暗 有不好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本性就受到它的污染了 就看不见了 就不会发光了 所以你上辈子做过 这个出过家 如果你是很好的 你在你的八十田中就会有印记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然后过去生中出过家的人 对今生今世的慧命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只会越来越好 对啊 你自己都知道 比方说他过去出家 曾经许过宴 我生生世世跟你一样 这我永远不不不 没有婚姻 我也不要婚姻了 那他这辈子到了人间 你说他怎么找得到朋友啊 怎么结婚啊 对 你你你前世的烙印都在 你许过院的东西 换了个房子就不是你了 你的魂还是你呀 对 对对 对对对 嗯 我最想问这个问题 是智慧深入海呀 嗯 谢谢你啊 嗯 然后那个 我有像你这种 这么有智慧的弟子表扬 我是真的好几天会睡不着觉的 哈哈哈哈 嗯 嗯 感恩 感恩师父 嗯 然后那个 嗯 然后这位同学我还想问 他说我的 呃 成功他 梦动他 就是原来出国家 然后他讲在 请教的时候 他在感情方面啊 生活方面啊 啊 还有什么额外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嗯 感情方面 生活什么东西需要注意注意什么 什么都要注意 什么都不要注意 开始都要注意 修到高了就什么都不要注意 好了 哦 明白明白 好 行 好了 下一个问题 那个 请教师傅 如果一个人有精神方面疾病 比方说 抑郁症 狂躁症 被害 妄奖 症 马 德马等 因为思维发生病变了 这样的病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对身边人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 因为当事人没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了 那么这样的伤害在地府会不会被定罪呢 会不会判得轻一点呢 就师傅开始 我问你啊 嗯 喝醉酒了 意识不清把人撞死了 有没有醉了 有 好了 明白了 还要我讲啊 嗯 好 你不是讲我明白了 感谢师傅 然后那个师傅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 同学说的 说的如果 对方明确的要求 就是说自己出邮费 就是说邮董业啊 师傅 就是邮金属 然后那个出邮费 理由是书已经免费了 然后邮费是自己出 然后否则不愿意收书 那么要求快递报复 像这种的话 同学说的那个 那算敛财吗 就这么一点 敛什么财啊 邮费 邮费吗 邮费吗就邮费了 邮费没几块钱呢 哦 就是师傅 我自带的就是同学们也不太懂 就是属于双方 如果要是事先达成好了 说你那个 我给你邮费 然后那个这个书里给我免费邮寄 像这种的话就不算敛财 是不是师傅 那当然了 人家请你把书以赴油过来 人家自己付邮费 那念什么财啊 那明白了 师傅那如果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属于那个双方没有 就是说事先那个约定好 然后有那个话 然后对方也是报复 这也不算是敛财 是吗 师傅 搞不清楚啊 不懂啊 这个因为同学们就是也很迷惑 然后 什么东西啊 你讲话都讲不清楚 我怎么跟你分析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师傅 就是说那个现在 A中学说的那个我要金属 然后那个这个时候 B中学他俩没有 AB他俩没有那个事先的达成那个 就是说沟通 然后那个B中学 就是属于正常那个邮费 就是他自己付邮费了 然后A中学就是属于把金属免费 杀给他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 师傅说他俩事先没有沟通 也不算敛财 就是很正常 那当然了 哦明白明白 然后那个还有一种情况 那个师傅提出来的 就是说那个某个同学 他特别发行 然后那个他就是也是 印这些 他事先提前他垫付 他垫付好多钱 然后呢 垫付之后 他把从那个 就是这个运费 他全部他保了 报完之后 然后同学们 再要是再从他手请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 他可以收 不是他手啊 就是属于那个正常 他就收同学们 那个就是他垫付完那个钱 他手 你以后帮我写下来 再跟我讲 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绕来绕去 到时候台长一说 好了 马上台长说可以的 千万不要这样 你话都讲不清楚 你写到秘书出来 再回答 啊 好好好 那你行 那我知道这个了 那师傅 我还想请问一下 有个同学说的 他说的那个放针的时候 这个他如果是给三个人放针的话 放针移轨是呃做三个人 就念三遍那个 就是说大悲众心情 还是说就是一遍就可以 做一遍移轨 祈求三个人 做一遍移轨 祈求三个人可以的 好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 他说的 我梦见在一个池塘边玩 里面很多钝鱼 特别大 游来游去的 我在岸边用手 用手撩水 后来我突然觉得 自己的左手 心有个小口 有蛆虫 想往里面爬 就用右手 使劲往外挤 挤出来很多 还有很长的 我就使劲往外拽 拽出来很多 还有像鸟 或者鱼的骨样一样的 拽的时候感觉特别真实 不像做梦 他想问一下 这是血病还是 削业障的 这个至少他有业障 业障自己知道 在削业障 好的 然后那个 有个同学 他梦到他的大侄子 掉到水沟里了 然后他赶紧 把他大侄子捞回来之后 他从个男孩 就变成一个女孩了 像这种是属于 是有结 还是说 还有大胎孩子 没有超度啊 打他孩子 没超度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 梦见师父耳朵 可以出来 两个会飞的小心点 小心点 可以到处飞 可以窒息人间的 哪个弟子 修得好不好 然后飞回师父耳朵旁边 看到师父厚厚的耳唇 梦里师父说 许愿度人的人 要把愿讲清楚 度人的人 有危难 师父的法师 会马上救他们的 并且师父还说 有些人 求的人间东西太多 同学我感觉 师父很无奈 苦口婆心 这个小心点 是什么呀 师父 不能讲给你们听的 你们做很多人 很多人做到师父很多东西 我都心里都知道 我早就知道自己 因为有时候 出去救人 你知道师父不是单单救人 我是还要学会要保护自己的 要打磨的 对对对对 打磨的话 你还怎么红法 你告诉我呀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 小经典 强想孙悟空 塞在耳朵里是什么东西 还不知道啊 坚信不懂 可以 最后变成 这么小的 一个小经典 塞进去 最后变成 嗯 明白了 然后下一个同学 你这个脑子都没有了 就是法器 修人的法器 也可以 也可以打磨 也可以帮助人 听不懂啊 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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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师父 然后下一个同学 然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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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恩呢 我不知道哪辈子 修了你这么好的一个 弟子的 这么有智慧 我错了 搞都搞不清楚 我错了 好了 讲下去 嗯 然后 还有一个同学 他梦了 他的心脏 有个疹 然后 那个 这是啥意思 心脏有跟针啊 当心点了 嗯 心脏有跟针 要大乔咯 啊 这可年轻的 可年轻了 嗯 刚刚有一个三十几岁的 已经大乔了 啊 我的天呐 嗯 那好 那我赶紧抱他 我问你 生出来 前天性的心脏不好 手术没有的 还可年轻了 有 有 有 嗯 知道吧就好了 明白明白 好的 嗯 最后一个问题 师傅 就是那个 有位同学提的 他说这个同学 他是快一些 平时作证 然后呢 偶尔呢 会存在抹铃的情况 他想知道 他上回就是 给您抹完 给您那个 就是员工 抹完铃了之后 几块钱 然后后期 他就属于 那个梦中 就是感觉 自己有敛财的方面 他就想请教 师傅 像这种 他为了财务计算方便 然后他将零和抹去 那是否 他都算敛财呢 抹到哪里去了 呃 这个 抹到他口袋里去了 不叫敛财啊 一分钱也叫敛财 明白了 从人家口袋里 偷一百块和偷十块 有什么概念了 去不一样了 偷一分钱也叫偷 这还不懂啊 哦 明白明白 嗯 好 然后师傅 在家里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那天 我给那个师傅 发了一个邮件 就是我那个 金服 就是之前 印度过的那个 然后 我没太听懂 师傅 以那个 要礼佛大胜悔文 我大概发了八百分 我需要念 多少遍礼佛呀 师傅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 特别大的问题 你的业障是小 如果 只是读音 根本没关系的 如果你是 把菩萨的字 完全印错的话 那你就出大问题 因为当时 我也是 那个 就是 原来也不懂 我不知道 我错了 时候 然后 我想多念点礼佛 你给我开个手 呗 你去看看好了 进监狱的 都是不知道 我看 听不懂啊 好好念啊 好好念啊 好好念呢 嗯 嗯 嗯 行 我知道了 我错了 都有几十 之前 当时让我印书 那人 他连环都掉了 看见了吗 我当时我还 我还不明白呢 我说为啥 他这么好的人 这么帮助我们 连环怎么掉了呢 现在知道了 还好 哎呀 现在知道了 后老鬼的 我一看书里面 内容都不是 都不是正的 现在后老鬼了 嗯 然后 然后师傅 那还请教一下 那你说 别人拿到 这些书的 他们有的 还在手放着 没发呢 那他们是不是 也得相对用呢 你说 没发吗 叫他赶紧 不要发了呀 这个时候 大家 啥的 因为现在 有的还在 当时 因为老了 他们 你要看什么问题 好几分 你现在不要跟我讲 要看里边 经书里面 到底哪些地方错 什么意思 嗯 师傅 现在我想把这个书 全部都取消了 就是销毁了 行不行 我就直接说 中卫线 装线 直接搅 然后我就包好 送料上去 你说行不行 师傅 出了毛病 出在哪里了 我让好几个同学 我看反正大家都 非常不开心 不满意 里边 里边是什么东西的 里边是经文 前面是经文 然后呢 后面我看全都是 他自己用的 自己个人的解释 而且我感觉 这个人是属于 别的法门的 然后他就解释 他自己对 新闻法门 一些事的解释 好了好了 完了完了 这个是出大事了 不是经文淡淡的 自念错 叫他收回来 消掉他 消掉他 那我就消掉了 师傅 那我大概 扎八百分 我先扎八百分 行吗 肯定的 嗯 明白了 那好了 感恩师傅 对不起师傅 我错了师傅 你哪一天 能够不错啊 啊 好了 不错了 拜拜 拜拜 不错了 给你拜拜 拜拜 赶紧我 拜拜 嗯 喂你好 喂 哎呀 你好啊 看见了吗 我就知道是他 啊 我就知道是你 好久不打击 好久不打不进来了 嗯 打不进来了 我可以打 才想对的 哈哈 赶快讲 放放到台版 放放到台版 也打不进来了 做到啦 做到不打进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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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佛台的摆设 列明 共果 大悲喜 被和 移动的摆设 有 但不 谁 谁 叫 这样会不会影响 佛台 气场 佛台的样子 照着观音堂 那么就好了 不照着观音堂 你当然影响气场的了 哦 不能照着观音堂摆设啊 就照着观音堂摆设 我的妈呀 哦 哦 没摆 一个比一个糊涂 好了 那是同学任总是适合的 我没有看到他学习什么 我也是学到我这样 看不不明白 哦 啊 古特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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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他们都明白 我知道 我不明白了 我看不明白 古特线 古特线的地点 是用一种反观的 材料 不成的线 的线 会被地址 一样有反应 会不会 有影响 不会的 哦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询问师父 观测三水化 可不可以 全空的方式 挂在菩萨像的后面 以达到 尾观的效果 三水化不行 要背景化 菩萨的 菩萨的那个 背景化 就是佛台后面的背景化 可以挂 好吗 哦 嗯 三水化不行啊 对啊 三水化不行啊 哦 哦 哦 明白 诶 请问师父 因为有些家 都不开 会根据 不死 地下来的 被奉 零来起零度 这样会不会 对不同 生肖的零度 会有不同的影响 这个主要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 啊 这个人的名字 啊 这个人的名字 到底 笔划呀 到底顺不顺 他的运程 如果这个笔划 啊 这个前运后运 笔划都显出 啊 相生的 就没有问题 如果相克的 就是你祖宗 啊 八代 啊 还用这个名字 好的还是好 不好的还是不好 哦 这个是同学用的 这位师兄 请说 请师父 师父 他要不要改名 拜 拜 文豪 这个名 要不要改呢 师父 我不知道 改名一下 才改名一下 我不知道 怎么改名啊 这个名字 你要改 改名一下 你 你连出生年月日 都没有啊 什么感应 哦 他出生了 出生 几几年啊 啊 你的啊 就是清楚啊 他直接写一个 带文豪 那不行 不知道年份 不行 哦 好吧 对 白话 佛法第一章 第五章 你猜到 古少不解一事 比别自己 因绝对心得 即为绝一切 动身不容 请师父 师父 时悲开示 这个我看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他写些什么 白话 佛法第一章 啊 第几年啊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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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到 古少不解一事 主觉自己 因绝对心得 即为绝一切 动身之能 第五章啊 嗯 啊 因为你讲话 我听不大懂 所以我只能 仔细听听 就是说 菩萨不觉 于事啊 啊 不觉于事 主觉自己 因绝对心得 即为绝一切 动身之能 啊 嗯 不觉于事 不发觉呀 不去 不去察觉 其他的事情呀 嗯 就是说 菩萨没明心见性 他知道自己的心呀 自觉呀 只觉自己 菩萨就是 不去 在乎人间的 五于六成的烦恼呀 觉自心呀 自心嘛 觉自己的本性呀 不是只关心自己呀 是绝无自信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明白 这个是同学问的 小师父几个地 白方 的地址 让我这个 一月的地址 要等于 如何你给 管是神族 要如何把 律书 律义书 表远从 神族 到着 我刚才学习什么 不过 他们怎么老叫你 他们怎么老叫你来问呢 嗯 他叫我 我和台湾 不经典就知道 你 你先 叫你 你把电话打通了 边上找个 国语 讲得好一点的人 不可以吗 讲不在我 台湾 你你边上找一个 公语 讲得好一点的 那么台湾就 知道了 哈哈 哈哈 对吧 你不明白呀 valued 你地方想看 你自己都不明白 你怎么 替人家问呢 对不对呀 他说 他试 прав conven position 你明白了 就你回答他了 问题就是 你不明白呀 人家才来 问我的呀 哦 哈哈哈 哼 我都读了一次,请师父几个对白沙的地址,让我这个愚昧的地址,要怎样如何你给短刺绳子,短刺绳子,短刺绳子就是绳,绳子就是绳子,绳子就是绳子,绳子就是绳子,绳子我又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来用。 绳子是什么绳啊? 绳子是绳子,绳子就是绳子,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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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绳子是绳子,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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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绳子 你最聪明的人,听懂了没有啊? 我没有聪明啊 你不是啊? 那我搞错了,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 我看不到这些人才懂啊 我连他写到我写错了,还在做法庭罵一下他的 他没写错了,是你搞不懂了,好啦 有位同学问到师兄们到一间店铺设佛台 同学也自己带来了灯泡 要使功能人把这店铺计的灯泡拿到日中打水 发梦的师兄就觉得很浪费 同学也就负责安装新的灯泡 同学也就负责拍摄 各位同学也开设了一个寻度 而允许一些议会 是不是和这个默契有关人 还是各位师兄和守佛台的寻度能带 所有守佛台有些不如你不如法寻人 请问师傅 你真的难为我了 因为你前面讲话我没听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位同学问到师兄们到一间店铺设佛台 同学也自己带来了灯泡 要使功能人把店铺 替着灯泡拿到日中打水 发梦的师兄就觉得很浪费 同学也就负责安装新的灯泡 同学也就负责拍摄 各位同学也开设了一个寻度 而允许一些议会 是不是和这个默契有关人 这次还是各位师兄和守佛台的寻度能带 所有守佛台时有些不如你不如法行为 不干净 佛台不干净 佛台不干净没什么大事的 好吗 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有什么不如理不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是没有的 哦 没解 好 台老爸有几个梦 我梦定考出学动门 没有题目的动门 没有民主的确计的动门 我只写了几行字 刚刚有人在台队出散 我也跑出台队 这个是什么呢 你看见人家 你看见人家跑去排队 你也跑去排队 啊 是吧 跑去排队吃饭了 你跑去排队以后 做文字要学养了 你去干嘛了 你你你 吃饭吃饭排队吃饭 跑去吃饭 那那就如果一事可 那没什么问题了 没什么问题啊 就说明你 说明你对学佛法还是很有 很有这种精进力的 好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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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明人家看小房子 说明人家看小房子 说明关注可能你要是做梦的话就是可能人家要小房子要的快了 嗯 哦 我 我 有一个小孩抱住我的脚呢 这个是药金者吗 这个小孩子抱住你的脚是药金者 你还没有把这个孩子超度掉 好啦 哦 好啦 台本 到开始 开始几句 开始几句啊 还是 还是那句老话 把你的过语好好练一练 你问的问题人家听不懂 你说说看你不能 你也不能去度人啊 对不对啊 好好把过语练练 把过语 好吧 好了好了 好 再见了 再见了啊 再见 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嗯 师父辛苦了 啊 啊 提指给师父请啊 嗯 麻烦师父节两个梦 嗯 就是我们家有个王人嘛 就是过世两年多了 然后我一直在跟他练小房子 就是之前不久最近梦到他两次 然后第一次第一个梦就是梦见他 嗯 穿着那个新衣服就是名牌的那种新衣服 新衬衣 然后就很开心 过来好像给我们告别一样 亲亲我亲亲我的女儿 然后就走开了 小孩子啊 然后第二个 啊 小孩子啊 不是小孩子我 我女儿他爸爸 哦 哦 他过世两年多了 就是一直在跟他练小房子 哦呦 那他回来了 回来了 然后再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他 他在一个地方等我 他拿了一个那个文件一样 就是好像要给他担保什么事情 就是签一个担保书一样 哦 那赶快小房子赶快加紧 哦 哦 然后我给他签了交给他了 签了没用呢 这小房子 我一直在跟他练 一直在跟他练小房子 继续练继续练 继续练就好了 嗯 这个不是要去做什么事情打哈 做什么啊 他要投胎了 或者上天 就这样 我就在想可能是 嗯 感恩师父 就是还有一个梦 就是师父 嗯 就是那个法会完了以后 那天早上我梦 梦见那个有一个人 就是他那个垫了 就垫我的腰 就两个 就是好像感觉他要伤害我 伤害我 然后我就 这个时候我就叫师父了 我叫师父 然后师父就过来以后 然后就把他赶走 赶走以后就师父就 就给我抢救 抢救了以后 然后好像给我加持 然后那个人走啊 然后接下来我就看见了 好像是我的前世就是 这个人嘛 然后就一直跟着我 一直跟着我 然后说他很喜欢我 要跟我结婚 我说我怎么可能嘛 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然后他要吃的 我也不给他 然后后来他说 我就看他拿出一个文稿 就是他说他要上 赶会上面去 给大家分享 说他怎么怎么 就是好像 怎么怎么爱我 是因为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他这个人 是挺好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是 他会 所以他才这样 就是喜欢我 就是好像是我的前世嘛 然后我说你怎么可以 在这样怎么可以 在法会上面说这些事情 我就把那个文稿拿过来 给他撕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我后来 我给他许了四十九张小房子 然后醒了以后腰很痛 但是许完小房子以后 腰就好了 那就好了 那说明你 因为我前世欠的 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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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世 今世长了又不好看 就是前世欠的 听得懂吗 嗯 对好像前世欠很多 在那个 嗯 前世就是长得好看嘛 这辈子就让你不好看了 是 感受就是 四十九张小房子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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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师父总是在 总是在梦里面帮我 知道了就好了 是的 你这师父可怜呢 你没叫 你看我就来了吧 嗯 对 那还要 跟师父分享 就是我们那个素宝宝很平安 就是照师父的方法 就是给他在生的时候 你念经 你大悲祝 我点关系 不知道师父好 现在很好 嗯 恭喜他了 感恩师父 嗯 好了 嗯 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喂 喂 喂 哎 哎师父 师父好 帝子给师父请了 嗯 嗯 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 嗯 就是 在那个 在家里面 可不可以挂那个世界地 可以啊 嗯 可以就是那种 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可以啊 可以是吧 嗯 好的 嗯 嗯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有的那种 呃那个 手掌就是手指尖 有那个缝隙 是不是那个露彩的像啊 什么啊 没听懂 就是 啊 手掌 就是手指当中啊 啊 啊 手指尖 是啊 对对对 是露彩啊 这个人露彩的 嗯 那能不能通过 可以戴那种戒指 呃来 弥补一下呢 肯定不行 吃胖一点嘛 就没空隙了呀 吃了多一点嘛 就好了 哦 好的 好 谢谢师父开始 喂 喂 喂师傅 喂 喂师傅好 对对师傅请 嗯 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同修负责 呃采购 他金手的这些钱呢 是为了单位的 就是为单位支出 去买东西的 呃 这会不会算是消耗他的福报啊 他吧 你就会经手很多钱 嗯 会的呀 很少 福报销的很少 哦 还是会有影响的吧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过去有一个人 被人家从小算命 说他大大起来啊 钱呢 每天呢 大拔大拔 几十万几十万 从手上啊 点都来不及点的 嗯 结果他大起来了 真的 每天 几十万几十万 这么点呢 哦 结果呢 自己没钱 为什么 他是银行出纳员 哈哈哈哈 哈哈 全点光了 你说怎么会没影响啊 哦 嗯 嗯 那那同修他没有经手这么多金额 就是 嗯 就是数量 没有这么大 所以我就跟你讲呀 影响不大的呀 这个不要太乖 好吧 好的 好的 那师傅 那他如果说他为了公司就挺节约的 他去买东西尽量都是买那种便宜的又好的 就挺花心思的 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吧 也是 好很多 嗯 好很多 这样的话他有福报的 公司以后知道他这种人会用他的 一直用他的 哦 嗯 明白 就像我们 我们一样的呀 很多小朋友很节约的 挺好的 买东西总是精打细算 师傅就觉得这孩子特别善良 嗯 就觉得这孩子很为我们整个的那个那个慈善机构着想 不乱用钱 对的 你看多好啊 嗯 是的 是的 嗯 等于师傅我开始 师傅还有个问题是 有同修开了个素食店 有其他同修在里面做义工 每天和正常的员工工作时间一样 都是一整天的 那就是同修想问 就是这些义工呢 就是不给他们工资的话 算不算如理如法 不如理不如法 那可能就 当然不努力了 你你又不是说这个吃 你又不是说这个饭店不赚钱的了 你这叫剥削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把你把义工来做 我给他们钱啊 你这给人家一分钱的吗 我们有别的问题了 好 好好念经 开玩笑了 你要的整个饭店呢 全部免费的呢 好 就像我们开法会一样 所有的餐全部免费的 谢谢 那这么多义工 你当然没有钱了 你要是卖钱的话 你怎么可以不给人家钱啊 嗯 对 还这么玩笑了 真的 真的 不是学佛 就黑店了 跟你说 明白吗 哦 师傅 明白了 你师傅是刚正不饿的 你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听得懂师傅 感恩师傅开始 嗯 接下来的问题是 同修梦见 另外一个同修 把身上 把自己身上的皮取下来给他父母 目前他是在给他妈妈放生念小房子 不过他父母都还不信 这是不是说他背业了呢 背背背 背 那他要调整吗 师傅 调调调 怎么调啊 你要把舅爸爸妈妈你就得背啊 好好背啊 明白 背不动也得背 没话讲的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还有个问题是 如果男孩子 小男孩在肚脐下面有一片 红色的胎脊 大概有三厘米这么大 这有什么说法吗 猜忌啊 要当心啊 嗯 要当心啊 猜忌长在这个地方 呵呵 以后啊 血影很厉害的 哦 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那要帮他 小时候就要帮他去把他弄掉 对吧 不要弄 弄什么弄啊 给他加强思想教育 好好追破 加强思想教育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 所以师傅那那个 如果有人胸部长致 是不是也是会犯血影啊 对啊 哦 当然会啊 当心点们就好了 就是说有的时候不叫血影 就是比较 稍微就是欲望大一点 明白了吗 哦 哦明白了 身体啊全看得出来 有些东西我不能告诉你们的 师傅看人很厉害 一看了就知道他咋回事了 嗯 师傅都不用看图腾就知道 对啊 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 师傅不讲啊 你怎么讲 讲了你们以后 佛友跟佛友之间一看看见之后 嗯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好了 长下骨去摸骨啊都很准的 啊 脖子长短有讲究 眉毛长相 眼睛 眼神 嘴巴 鼻子 哪些人这个地方长得大的 就比较好色 哪些人这个地方长得长的 就比较好赌 哦 哪些人这个脾气硬的不得了 哪些人怎么都全看得出来的 你不看图腾 看图腾那是更更准确 对不对啊 哦 啊 师傅上次说 师傅上次说看图腾的话 是会接受天上给给你 对啊 对吧 那是那是那是不不一定的档次 那是翻翻天上的档案啊 天书啊 听不懂啊 嗯 那个是人间 你会看人 啊 这是两个概念 比方说 像人家八卦易经一样 中国传统的也算文化 传统文化之一的嘛 对不对啊 他有卦象嘛 他这个卦 什么象就出来了嘛 一样道理啊 相面们也是相面 相面们也是算命 所以你跟这种高人 一接触人家就知道你吃几碗饭 咋回事了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要牛的 老实一点 寒而不入 对不对啊 大肆落鱼 难得糊涂 这是最高级境界了 在做人方面来讲 那跑出去以为人家都不知道你了 你不知道高人多厉害啊 高人 没看见我啊 高人看见我啊 打篮球那个木铁柱高不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好了 师傅 那那您说的那个修心补相 就是说如果有的人 这个面相不好 就是这方面不好 念经念经到后来 就可以改变他的这个 什么耗色啊 耗赌什么的 对啊 你手相都会改变的 过去有个人断掌纹 对不对啊 嗯 命不长 结果他 他不停的放生 好了这个纹没了 不断了 连起来了 嗯 嗯 那师傅 那师傅 那有的人 皮肤很差的 就是他修了很长时间 也也没好转 这个是他的业障重 到后来都会慢慢转好的 那当然了 要么就是业障重 要么就是修的不够 要么就是一边修一边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哈哈哈哈 明白了 听懂吗 嗯 听懂了师傅 那那一般性来说同修如果如理如法的修 多久 有没有一个时间啊 多久的话他可以 能够改掉他的相 几个月少折 多折几年 哦 改了 一定改的 嗯嗯 你去看看好了 明白 过去很好的人 师傅师傅是太厉害了 因为我过去很多 乔团里的朋友 过去老实的不得了 后来一看到 有惊得了 还有奸象的出来了 我就知道了 贪财了 贪明贪力了 过去呢 过去那个脸 老实的不得了 刚刚出来 出到我们说 出到社会上来 来做乔团里面的工作 后来坏的呢 那个样子 你都不能看的 看了 所以师傅现在不能到 外面去接触太多的 这种红尘的东西 看了我会恶心的 看了我会很难过的 我看了有些 气场不对 有些人的脸 你看了简直就是 你看过电影了 看过了 看过了 坏人来的 坏人来的时候 你害怕不了 嗯 害怕了 好像他们的眼神 最明显的吧 对啊 眼神了 你做女孩子 你没看见过那种色鬼 看你的眼神 你看不出来的 我看不出来 就是特别恶心 好了 特别恶心的呀 你在公共汽车上 那些老头子 眼睛盯着女人看 你说那个恶心不恶心了你啊 嗯 师傅有的人眼神就很浑浊 这说明什么 浑浊啊 浑浊也叫色 还有就是内心不响 就是什么 内分泌失调 喝酒的人眼睛也很 很浑浊的 对 看着就像喝酒 喝过酒 其实他又没喝酒 没喝酒 脑子里想喝酒了 听不懂啊 哦 嗯 所以你们女孩子 如果多学一点 这方面的东西 根本不会上当的 全写在一个人的脸上 你们真的是太可怜了 中华传统文化里面什么都有 真是个大宝库 好好不好好学真的 佛 佛法都是教人看人的啊 佛 佛性都有啊 讲哲学的 是的 是的 师傅 师傅以后都教教了我们 就是 这方面 你这个 长什么项目就是什么样的呀 没办法的呀 所以你教我有时候看 我永远不看的 这个怎么看呢 看了我自己难受 对不对 嗯 对的 我问你那些要枪毙犯 杀人犯 那些人绑出来的人 你敢看他眼睛吗 灵死 上次说那么灵死判刑了 他他还在那狂笑 看着人家女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检察官 那这种人那么灵死他还这个样 永永不回改下地狱啊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师傅 嗯 哦 赶来师傅开始 赶来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平时他爸 他爸 他妈妈 一直在催他去相亲 上次师傅给他看过 说他现在是没有婚姻的 其实他自己呢 有一点忧郁 然后昨天为这个事情 家里又吵起来 吵得他拿刀出来已经想自杀想跳楼什么的 然后他爸爸妈妈现在就非常不理解他 师傅您帮他开示一下好吗 他在这里啊 他不在 我今天叫他来 他就不来 我估计也是阻碍 他不在 你叫他随缘吧好了 如果他 如果他自己 只要他自己愿意嫁就嫁 愿意结婚去结婚去吧 随缘吧 有的人命中 就是被人家逼婚的 逼婚的 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家里人就不停的给你阻挠 你有什么办法 就像你要修行一样 很多人要出家 家里就不让你出家 道理一样的呀 师傅那我们能不能劝他 就祝出来这种 可可以吧 算不算祝因果 妙法去祝人吧 你不要叫我讲什么具体的 我只能跟你说 一切随缘 妙法度众 只要知道哪些是好 哪些是不好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你再请师傅开示一下 就是有同兄 他觉得他每天给观世音菩萨 五体头地那样 磕大头 磕二十一个 就觉得全身就很恭敬 他可以这样做吗 还是说 就先不要这样 先不要吧 恭敬不是靠身体的 恭敬是靠内心的 对不对呀 对呀 照你这么说 对不对呀 每一个人跑出去 大家都冲着父母亲啊 孝顺父母啊 爸爸好啪 就趴在地板上 妈妈好啪 趴在地板上 呵呵呵 恭敬在心啊 听不懂啊 嗯 你啪的都没用了 脑子不知道在想谁呢 嗯 好了 嗯 感恩师傅开始 还有一个同修 孟建他们共修组 有三把镰刀 很新的 但是他没有刀片 但是就是个镰刀的那个外形 他还在想没有刀片怎么收割 这是什么意思啊 收割嘛就是功德呀 对 没有刀片就是现在做的还是有点不如理不如法 哦 嗯 听得懂吗 明白 嗯 嗯 在前面师傅 我们发现就是平时跟别人接触 发现有的人很容易答应别人事情 就很喜欢说满口话 刚开始别人会觉得他很好 可是事情一半就发现不像他之前承诺的那样 有的人一开始就是会把丑话说在前面 真的做起事情来发现他挺认真挺负责的 呃 请师傅开示一下就这种情况 嗯 什么情况啊 做人应该怎么做了还不知道啊 满口饭好吃满口话不能说 嗯 你经常这样你会lost your reputation 就是你没有性欲了 嗯 对 听不懂啊 就是这样 做人们就是要有性欲 性欲是怎么来的啊 做一件事情像模像样的做好 什么都满口话讲啊讲啊 到最后怎么吹牛妄语 什么 嗯 根本不能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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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呢真的 妄为人类的 人类的 整天吹牛撒谎欺骗人家 嗯 你就 你哪怕做得成功你也跟他说我试试看 哦 你对不对啊 对啊 就低调对吧 嗯 嗯 自己觉得不得了了 哎呀肯定了 你放心我绝对搞定 你放心好了 哎呀我跟你说三天把你搞定 到了三天呢就找他了 哎呀 这个真的是麻烦 好了 好了 这种人你说你能跟他交朋友了 不能 好了 嗯 嗯 明白了师傅 嗯 好的感恩师傅开始 嗯 今天问题会在这里 感恩师傅 好 再见 嗯 师傅再见再见 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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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您好 你好 嗯 师傅 那个我想跟师傅几个 嗯 问题一下师傅提教 嗯 就是那个昨天 看那个白奥福法的时候 有看到那个十二因缘 第十策里面写 就是讲那个十二因缘 然后你说的十二因缘 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吧 就相当于是讲人生 人的一生啊 那个 那我想问师傅 这个十二因缘 他哪几个因缘是 人就是可以 他是不可控的 然后有哪几个是 我们可以控制的呢 像这些问题你在这种地方问的话 占了太多时间了 人家打不进电话 所以以后还是要当心的 这种 这种最好不要在这种场合上问 因为这个是属于白奥福法研究的 研究要讲很多了 你叫我要讲的话 是要因缘我有得讲的 你要把我的书好好看看 如果不懂的话 你可以以后 明白吗 至少说情是最难预约的嘛 嗯 对不对啊 明白 你这个东西 自己要知道 你现在 人做到现在 学佛学到今天 你还不知道 十二因缘里边 十二循环呀 这还不懂啊 嗯 爱 哪是爱 爱这个因缘你说过得了不大 嗯 还有 还有你受 你感受 对不对啊 这种都没问题的啊 啊 都可以啊 你问题就是爱你怎么办呢 别离呢 对不对啊 这些东西呢 嗯 一小 一生出骨 一生出来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实际上就是一个 嗯 一个人生的一个十二个层次的循环呀 嗯 十二道光呀 无明啊 色呀 这些东西 对 嗯 因为你说那个无明是生出来的嘛 那个时候 那个在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您说师父 无明 无明你你生出来 你懂不懂了 不懂 好了不就无明吗 嗯 你生出来就懂的啊 不懂 好了 嗯 师父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一开始无明嘛 就什么都不知道很小的时候 也没有我的意思 对啊 慢慢开始有了我了 有了我了之后 然后就有了明色 就是从略入开始 是不是可以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如果从这个时候 就不让它再往后的话 就可以打破这十二一元呀 你说可能吗 你讲的都是虚空的东西 你讲的不是人类的东西 你现在是人 你修心 你讲的这些空话有什么用了 我要是像你一样 整天讲这些东西 你说谁来听啊 你会听吗 对不起我错了 你又执着 傲慢 觉得自己不得了了 讲出来了 我告诉你 嗯 太多的人了 一辈子修不成 一辈子度不到人 嗯 就是觉得自己开悟了 嗯 你不是现在觉得自己很开悟啊 嗯 没有师父 没有了 嗯 跟你说了 空心很难的 真正的真正的相畏触法 你想想看任何一个感受 啊 都是属于十二元的循环的 嗯 对不对啊 你的行 语言行为 生理行为 心理行为 这个都是行啊 你的意识呢 你种种分别意识 你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的啊 嗯 傻的嘞 嗯 十二个因人 十二个循环 人都是在经历这些啊 嗯 你吃不辣 你有味道不辣 嗯 那为什么除了嘴巴里吃的味道 人家还说 人生是甜酸苦辣的 嗯 什么叫苦啊 你吃到不辣 嗯 好了 什么是辣的辣 辣的就是 你男朋友给你一巴掌 你脸上就火辣辣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听得懂吗 嗯 那我问一个 就是 那个 这个吧 就是这个 那个 前两天博客上有一个就是问答 你回答的那个 就是说 临界受报是惩罚人的 惩罚灵魂 而人受报是惩罚法身 然后你说这个 抱身是回报受报的身 是身体受报 有时候人痛苦 身体不生病 但是灵魂受惩罚了 就是惩罚了法身 那这个 嗯 我想问师傅 这个报身里面 它包括灵魂吗 还是说它既包括灵魂 又包括肉体 但是偏想用肉体呢 当然就包括灵魂 包括肉体的啊 肉体怎么会没灵魂呢 如果肉体没灵魂的话 就植物人呢 嗯 那那就是说 如果就是学佛的话 嗯 慢慢就是学的心 比较定的情况下 然后又用这个佛的理念 然后你因果呀 无常啊 这些理念 是不是可以断除 就是法身受报的时候 就是让他只保肉身不报 这个 不可能呢 不行啊 你没感觉的啊 你受 你肉身受报的话 你心里不痛的啊 你脚 你脚扭伤了 你的心里不痛的啊 嗯 那如果就是知道它是一个因果报应 就是不把它当成一种痛吗 好了好了好了 别在纸上谈兵了 空谈了 再浪费时间 谢谢 好好实实在在修点东西吧 你脚弄痛了 你马上心里会痛的啊 表面上你就算不痛的话 你心里会痛啊 我为什么不当心啊 我为什么这么不当心扭伤啊 你这心里不痛的啊 嗯 搞什么东西了 虚幻的东西少来 嗯 你好好救救人吧 嗯 你就学的这些东西 你能救人吧 嗯 人都一个都救不了 还跑到这里空谈 还研究了 我看你是个思想家 研究家了 撑起师父 真的 不要去研究那些虚无 空无的东西 这是靠悟的 不是学出来的 是悟出来的 嗯 你以为学得出来的 嗯 嗯 好好修了 嗯 你有本事呢 用你这套 哲学呢 用你现在自己 悟着这套哲学 你帮我去 收几个学生 培养几个好一点的 佛友出来呢 叫他们完全奉献 懂得蛇 你去弄啊 嗯 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 嗯 佛法 是你们能理解的啊 哎呦啊 空性 污性 能不能把肉身和灵魂分开啊 可以啊 死了就分开了 嗯 听不懂啊 听懂吧 师父把这么深奥的佛法 用这么简单的例子跟你讲出来 死了分开了 你去分呀 嗯 嗯 脑子坏了 你是不是最近 你是不是最近那个 麵粉吃多了 嗯 嗯 还是水多啊 你告诉我啊 自己好好想想呢 杜人的话要实实在在 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了 嗯 以为自己完全悟性 完全开悟了 然后呢 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 在社会上又不得了了 对不对啊 你要说我们东方电台有好几个呢 一开口人家就不对的 一开口 就是 就是人家都是说错的 他是开悟的 他最开悟的 开的来 什么都没了 嗯 工作工作没有 家庭家庭没有 他开悟呢 开的好呢 嗯 听得懂吗 你是人间的人呐 你不能去寻找那些虚幻不实的人间的那些东西 你必须站在人间才来求佛学佛 嗯 你不能离开人间来学佛成佛的 嗯 你今天不是站在车间里 你有什么资格来讲车间里工人 这个生活的好 那个工作做的好 那个工作做的不好的 嗯 你必须是车间里的主任 你一步步什么都懂的 你才能讲他们呀 嗯 你现在自己还是个人 还没修好 嗯 寻找的都是一些虚幻不实的东西 你想想看 人的肉身吃苦的话 怎么能够分 怎么肉体上和灵魂上能分开啊 嗯 分得开不来 你告诉我 我现在抽你个嘴巴 你说我不疼 我一点都没感觉 我精神和肉体分开了 神体是否 真聪明 我都问哪辈子修来你们这么好的徒弟 这么多 一个早上这么多 对不起 哈哈哈哈 好好听啊 跟着师父 实实在在学 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达到佛的境界 菩萨是走出来的 嗯 而且菩萨是光着脚 佛陀是光着脚走出来 为什么 嗯 他是痛出来的 对 才在死者上 冬天是冷的 夏天是热的 是自己的感受 才能理解众生 这感受 所以是这么修出来的 听得懂吗 嗯 嗯 嗯 别再寻找虚无的 很多女孩子就是啊 哎呀 想象我的老公应该怎么对我好 哎呀 怎么温柔了 去想吧 嗯 去跟安徒生一起生活吧 嗯 没脑子 那师父啊 那个就是您 嗯 昨天好像哪天的达到佛法里面 广播里面说那个 就是那个 顺 顺陷也 顺生也 和顺后也 就是有的 它果然是好几世以后才出来的 对啊 怎么样的因缘会导致这样呢 好几世啊 嗯 很简单 跟这个人作恶了 跟这个婆婆作恶了 这个婆婆也是 坏得不得了的 嗯 这婆婆 得下辈子再给你抱 抱了之后再下辈子 你的最大的恶元才出来 比方说 你过去跟婆婆一直欺负你 对不对啊 嗯 然后最后呢 你最后把她婆婆害死了 给她下药了 嗯 那么然后呢 下辈子呢 还是婆婆还你的债 啊 是你还婆婆的债 因为婆婆对你好 嗯 然后呢 等到这下辈子呢 你把婆婆害死了吧 那么婆婆把你害死了 这就是要必须割饰的 听得懂吗 哦 明白了 嗯 哦 哦 哈哈 师父 好了 对不起 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师父 就是那那个 嗯 嗯 可能还涉及一点空性 对不起师父 就是那个不是 善若易儒吗 这个都易儒的 那这个就是怎么理解 这个初世法 那初世法跟弱世法 也应该是易儒平等的 是不是啊 还易儒平等呢 易儒平等 你要修到高精健 你才能易儒平等 你修不到高精健 你易儒啊 还二儒呢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以后叫我小儒好了 大儒好了 还易儒呢 脑子都没有的 我告诉你 出世法 那已经是 在人间 已经完全放下了 修出世法 已经不想人间的事情了 那他已经能够得到 什么 阿罗汉果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所以一个人一下子 为什么过去佛陀 这个这么多弟子 他一开悟 马上出家 一出家就正得阿罗汉果啊 嗯 放下来呀 什么都没了呀 嗯 这叫出世法 路世法是什么 修人间 修福报 好啊好啊 不得了 天天要好啊 孩子要好啊 什么都要好啊 嗯 哪辈子能出世啊 嗯 那那这个出世法 他在人间都放下了 都看开了 但是他还是会 嗯 比如说他 他他还是会 也不是完全就不求 人间的东西了 他还是会求吧 不求了 根本不能求了 出世 不能求了 不能求了 那如果一个人 他还在求这些 就是我们普通人 就是没求好 哦 还要讲嘛 嗯 有欲战 哈哈 他要讲嘛 有欲战 哦 跟我好好老实一点啦 一步一个脚印 修心是实实在在的 嗯 所以跑着去呀 听听听 你去听人家讲好了 很多人 都是很有名的 讲得很好 你听他讲 你听得懂吗 你如果听不懂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是没学到 你也是没学好 有可能他自己都不懂 嗯 就这么简单 嗯 明白了吗 就是三点 明白了 好了 嗯 好 谢谢师傅好好修 谢谢师傅 再见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 那节目就到这结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